以這次的鳳山 回到鳳山的選區 那麼跟他的第一次的鳳山 的人數是成倍數的成長 就表示說很多人 在看了第一場之後就很擔心 那美農的場還有沒有人 看完美農的場之後就擔心說 那岡山還有沒有人 怎麼人這麼多 越來越多 看完岡山之後 人越來越多 然後看完岡山之後就說 會不會到頂了 又回到鳳山之後 真的有人這樣子 每一次都跑去嗎 還是每次去的 我想有重複也有沒有重複的 今天因為是週末的關係 很多平常要上班的 沒有辦法去的人 今天大概都有辦法去了 所以好不容易是唯一的機會 除了選前之夜之外 這一次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機會 大家都抓緊這個機會過去 就表示說 第一個韓國瑜的熱度 是在持續的加溫當中 並沒有冷卻 而且這一場 他還是非常大膽的突破 就是沒有任何的政治人物 所以也沒有任何傳統的政治演講 那麼全部 他就是一個音樂會 你看到現場 還是一樣漆海飄秧 然後人滿滿滿的 並沒有因為說 他不是一個傳統的招式場 也沒有政治人物 所以大家就覺得說 台上的這一些歌手們 台下的人也不一定很熟悉 所以說這是一個非常不一樣的 跟以往的傳統的選舉 尤其是國民黨的選舉 民進黨的選舉 還有辦過演唱會 國民黨的選舉幾乎都沒有 所以這是第一次 而且現場去你就看到 什麼樣子的年齡層的人都有 那我覺得對於韓國瑜來講 他的聲勢已經是到了 無法黨的這樣一個地步了 那對於陳其邁 他們當然還是會傾朝而出 然後明天還是一樣要跟陳菊 還有謝長廷合體 所以我覺得韓國瑜氣勢如虹 但是陳其邁也在後面 緊追不捨 還是一樣要非常的小心 最後五天不能夠有任何的差錯 才能夠順利的當選 那麼民進黨絕對不會就範的 不到最後一秒鐘是不會就範 到最後一秒鐘還是不會就範的 所以這一點還是一樣要 非常非常的小心 然後禮拜一他們下午 還有一場辯論 所以這已經決定了 整個選舉的格局了 我今天早上陪丁守中去市場拜票 他們說前一天柯文哲去 所以柯文哲很冷 今天去丁守中很熱 為什麼 就是因為 因為你 謝謝你 因為韓國瑜的關係 所以整個都被燒熱了起來 最冷 選情最冷的台北 因為柯文哲就犯了最大的錯 他就太酷勢 我跟你說 他就是跟陳其邁一樣 太酷勢 想說倒在選就好 這個選舉越冷越好 結果沒有想到 殺出一個陳咬津 殺出一個韓國瑜來 他們殺個措手不及 所以現在整個韓流 全台灣都在發高燒 我認為勝利在望 不過我們看到今天下午 陳其邁的這一場 WeCare高雄大氣球遊行 本來說這個遊行 是民間文化團體辦的 跟選舉沒有關係 但是從頭走到尾 都在陳其邁動算 所以也算是 陳其邁的一場遊行 現場叫做不分黨派守護高雄 超過了8萬人 主犯單位所宣布的 今天晚上 韓國瑜的造勢大會 到目前為止 可能是超過9萬人 10萬人左右的人數 我們可以看到 這場選戰已經到了 最後的階段 包括了陳其邁的夫人吳洪 以及韓國瑜的夫人李嘉芬 也都開始在市場掃接 敗票上節目 拍廣告浮選 紛紛已經在最後階段的衝刺 而大家也知道 最後一場鋼山大造勢 是陳其邁陣營認為 是不是有可能 藉這個機會再追上韓國瑜的氣勢 但是這一場造勢大會 現在的一個焦點 居然變成說 蔡英文總統決定不出席 只有陳菊 賴清德跟謝長廷站台 蔡總統為什麼不來 傳出的說法是說 擔心蔡總統中央執政的成績 拖累了陳其邁 實在還滿尷尬的 現任總統被認為 可能是輔選的票房毒藥 而接下來很重要 對韓國瑜來講的 就是星期一的辯論會 所以這幾天其實 他相關的行程減少了非常多 很多時間都在閉關準備辯論會 在其他縣市的 韓流外溢效應的站台 主要都是以視訊的方式來進行 打到目前為止 沈大佬 你覺得整個選局有改變嗎 當然有改變 而且看你正在誰的立場 正在韓國瑜的立場 這個改變是正面的 是趨勢向上 你說韓國瑜繼續往上 對 因為我對剛剛 可是立文的意思是說 陳其邁也緊追在後 這個我也馬上等一下講 我對立文今天早上 到蔡市場幫丁索東 拜票的觀察有興趣 對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最近一個綠媒的大老闆 他也算是名嘴了 他在友台這麼講 他說韓流上來 全台只有一個人受賄 就是柯P 就是柯P 只有柯P被外移到 他的理論基礎我一向不同意 我在這裡再請教各位 你不同意的話還一直轉述 他是說韓反 不是 我是要批判他 不是 因為有很多人 你們不要笑 你聽了我的解釋以後 你們就笑不出來了 因為他有一個理論基礎 他說韓粉跟柯粉 有高度的重疊性 所以這個起來 他也跟著起來 這個我本來就不相信 今天鄭主委 你今天早上在市場的觀察 他是錯的 而且我覺得柯P是在往下走 好 你剛才講說 蔡總統不敢去 其實在野的也都沒去 在野的大咖也都沒去 我覺得 可是執政的大咖陳菊去了 賴清德去了 這是相反 還有謝長廷也來了 不不 蔡朝跟在野 每一樣事情都剛好相反 這個韓國瑜的廠 這個大咖不去 對他是正面的 因為這個年頭 情勢搞到這個樣子 你政治人物 不管你多美 多帥 多會講話 我跟你講你去了 誰看 你站不久一點 人家把你噓下來 所以等一下 我們要進韓國瑜現場 我們要進的是陳英傑的唱歌 你就要四項一點 我跟你講今天 就算國民黨有所謂四大精采 都是美美的 也會講話 我都覺得說都不應該再去了 就要駐守在北台灣 尤其是台北市 李高雄人想這個 四大精采你先點名一下 四大精采 你好像也是其中一個 你不是精采 我知道你是說什麼 是你說 我說的 還有我本來這個也不是因為我特殊的 特意公認的觀察 我本來講這個第二度回到鳳山 這個人數一定比第一次大 多 遠多 這個我的原因 我的解釋有點不一樣 現場宣佈超過十億萬人 最心想不得了 因為第一次有很多人覺得說 五分五分不一定會贏 這個去了另外兩個山以後 這個鳳山的人會覺得說 這一定贏 這我們台灣人是這樣 擲鞋也好還是起風也好 都擲贏了 現在知道你贏了 我沒來打算了對不對 我現在來後面 李氏投票之後 我又說人家又有氣 我上禮拜才去圓 因為我希望國民都會圓 我沒有在裡面 說也在外面發燒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起風 大家都要謝 說我有分 這種心情造就今天 這不是普通動員可以起來的 講到今天陳其邁的遊行 當然也不難看 你有看下午這場遊行 我有看 我多禁責 我曉得你要叫我來通告 我都很禁責 從頭看到我 那人數是可以交代的過去 但是這個熱情還是差那麼一點 我覺得他們的人真的是 很煩惱說這場會輸 你心裡有那種恐懼 有那種擔心 有那種擔憂 就是這個熱情鼓勃不起來 所以現在我覺得陳其邁 已經進入一個 民進黨一定很後悔 就是說他跟在後面 都在撩 主動權被韓國瑜拿掉 所以韓國瑜搞什麼 人又多 我今天不演講 我今天在搞Carnival加年華 陳其邁說還是死 你再撩一撩 耍了我是不會這樣 所以他在後面 他的遊行也很加年華 這大氣球 他不但人數要比 而且地點要跟進 跟進就不好了 你要主動跟進就衰一步 所以很累 民進黨選到今天 就是說剩下七天不到 現在佔優勢人跟佔弱勢人 對時間上的看法是不一樣 贏的人怕他撩去 水的人覺得 還有幾天我可以追上 所以這個時間 對當事人的看法是有不一樣 有主觀的判別的不一樣 我覺得陳其邁 恨不得說再多給我兩天 韓國瑜說 最好明天就投票 沒有 韓國瑜說青菜 你坐也好 你借也好 反正我又不怕你撩 如果時間多一點的話 我享受對不對 我叫陳其邁來笑人生 嗨嗨 快樂對不對 等一下就會聽到了 所以我認為 我剛才有聽到 我當然不能講數目字 我講數目字害你們罰 對 你千萬不要再講數目 那個最新的賭盤出來了 我都知道了 因為計程車司機告訴我的 他的朋友已經下注了 所以這個不然這樣 民進黨會很緊張 因為不是只有這一場 這一場的外衣效應會到台中 甚至會到台北市 你說今天的鳳山 會外衣到台中 外衣到台北 會到台北市 我覺得今天應該最緊張的 最緊張的應該是柯P 林家榮 林家榮對自己是比柯P有信心 但是林家榮說 我的一生恐怕成敗在此一堵 因為我算是民進黨的接班人裡頭 算起來是有份的 這一堵 這一場如果輸了 這個重新的牌序要崇拜 一堂也打得聽 我覺得這個陳其邁的心中 恐怕也不好過 因為他真的下功夫 經營高雄這麼久了 先堵萬堵開始堵到這個 這個真的 我覺得你看那陳其邁 你說算他運氣不好 把陳其邁文詞彬彬的 韓國瑜真的成平 你有沒有覺得 所以 他是軍校的 對 對 所以